清水靜思堂外 清晨的阳光下 人人虔诚跪拜 恭敬潮山 迎接慈祭52周年 清水靜思堂潮山活动 有300多人参与 我们今年成立了核心区以后 第一次的潮山 所以我们所有的核心区 大家都能够发心来相助 我们这个潮山才能这么的圆满 志工徐湘连左手脱旧 仍然来参加潮山 体会比以往更深 今天自己在拜的时候 就觉得有健康的身体真好 真的是人生无常 要把握健康的身体 赶快精进 镜头转到苗里联络处 在庄严佛号中 大家三步一跪拜 恭敬潮山 菩萨道就像潮山一样 你会碰到有坑坑洞洞的地方 光堪忍过去 让你这个菩萨道能够前进 在菩萨道上日日精进的同时 志工播控练习首语歌 在这一天表达每个人心中 对慈祭对上人的祝福 我觉得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要心里联储一起 首先是有大家互相扶起 那不论是什么事情 都一定能做得很圆满 苗里联络处用心丰富 潮山活动 不论是师徒之间感动故事 或是减灾希望工程的进度分享 都让在场的每个人 惠命增长 心灵充实 大爱新闻 真相美之宫 中部综合报导